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竟然敢给我下药 我不仅要给你下药 我还要给你 不一样的体验 霍言 结婚三年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 竟然是在床上 三年红月 你对我不稳补 既然要离婚 那我也要收回利息 再来个二十年事 孩子头已经脱了 哎 哪还有孩子呢 什么孩子的事 哈哈哈 一 二 三 四 我 ooh 扭才 包扶 你们以后要当哥哥了 以后要照顾好弟弟妹妹知道吗 知道吗 怎么了 夫人他 你妈怎么了 夫人他出车祸了 事物无存 什么 霍总 沈小姐找不见了 而且离婚协议他也没钱 什么 什么东西 上不着 还要送货上门 等等 您的快递到了 麻烦您签收一下吧 来 脏了 这不是他 爹地 你叫我什么 干嘛 你叫我什么 爹地 你是我的亲生 爹地 你看 这是我的亲子监听 霍总 支持生物学上的 你干什么呢 走 跟他回家 妈 妈咪 是巴第一趟 站住 是你 不是我 你说错了 你画成灰文认识你 当年你给我 先把孩子带下去 妈咪没关系 你跟爹地好好聊一聊 最好找一大笔抚养费 这样我们就有钱了 原来 这都是你计划好的 就是想打着带着孩子来额钱的主意 是不是 我没有 他只认出我是七年前睡他的女人 却没认出我是他消失七年的老婆 扎 霍总 还说没有骗我 到我 我罗几个孩子 就一个 真的就一个 三宝保不住了 其他的孩子 绝不能让他发现 他肯定会抢走他们的 还一个 那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叫三宝 我 大宝二宝是我养的一猫一狗 一猫一狗 你把我的孩子当狗养 爹爹你怎么那么说呢 大哥和二哥对我可爱了 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你要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跑第一次还想跑第二次 我 三宝哥进去那么久了 怎么还没出来 八地的气泡是不是不准呀 八地的气泡是不是不准呀 八地的气泡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小天才 他说是 他说是肯定消失 走 进去看看 小一 小一 等等奶奶 小一 你跑那么快 奶奶都追不到你们了 老奶奶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叫水财财 不叫小一 小一 小一 你是不是饿了呀 奶奶带你去摆好吃的 你是不是生病了 肯定是生病了 八地说 有一种病会让老人热不欺人 哥哥 我们带老奶奶去找解散叔叔吧 好 老奶奶你别怕我们送你回家 好 回家 走 霍总 老夫人今天又犯病了 跑出去的时候 被两个小朋友遇见了 他们本来想去找警察 结果在路上 差点被车撞了 那两个孩子和奶奶怎么样了 老夫人没什么大事 只不过记忆还会写混乱 两个小朋友已经起 霍总 那两个小朋友长得非常清楚 老夫人非常喜欢她 像 能有有像 总比不过三宝 男男一举想到曾孙 得尽快安排她跟死宝 献眼见了 通知他们家长 对方的存在 对了霍总 那个女人我查到 叫沈京城 开了个快递驿站 是个 是个单亲妈妈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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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 你不要动我叫小易 小易 是不是吓着你了 嗯别怕啊 奶奶 我才是小叶 才不是小叶 这才是我的小叶 霍总 老夫人的记忆还有点模糊 四哥是爹地 爹地 你们叫我说 乌乌 我看看 有没有受伤啊 人逗我的小叶 莫奶奶 你谁啊你 他不认识我了 他怎么病得这么严重了 沈青城 我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这两个孩子 都管我叫爸爸 他们两个 都管我叫爸爸 他们骗你的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编 继续编 我没编 那你解释一下 这两个孩子 都管我叫爹地 我刚才想想要 我 你 我 这 我 是 我 我 你到底偷了我几个孩子 就一个 真的 我不骗你 那这两个孩子都叫我爸爸 还一个 只有三宝是你的孩子 四宝跟五宝比三宝小一岁 他们是 是我老公的 还学会说谎 你老公呢 我的女儿 我看谁 你现在把他叫过来 老公 没事吧 老公你可算来了 这就是我老公 四宝五宝你静在一天 我是妈咪四宝五宝过来 你先带两个宝宝回家吧 那 那你怎么办 我没事 乖乖的 沈丁丑 你怎么敢跟别人结婚 当年可是你举动勾引我的 我 你肚子 我肚子 我肚子 说个数 买断你跟三宝的母子关系 你说什么呢 你拿钱 三宝我带走 像你这种不守复道的女人 不配做我孩子的母亲 我不守复道 当初可是你对我以身相许的 现在又给别的男人生死 你不是不守复道 那是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啊 明明是你不守复 结婚三年对我不文化 我还在外面真化热造 看来 你就不想离开我 那我给你第二个选择 什么选择 带着大宝家给我 我不建议你跟那个野男人睡过 但是另外两位爷主 休想进入祸家门 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对爷主我还讲什么良心 我告诉你 我跟大宝 你想都别想 喂 老婆你那个老婆的踪迹在云城出现了 好 马上把他走出来 赶紧把离婚鞋牵了 沈青春 生我的孩子还想跑 没门 爸爸 爸爸 霍野已经发现三个人存在了 六把他们几个部件满不了多久了 不行 我必须要尽快带他们离开云城 大宝 爸爸 你们在崇利店好好待着 我们妈妈安顿好弟弟妹妹 就会来接你了 好不好 好 还真养了猫和狗啊 开个这小破快递站 赚的钱都买狗粮 猫粮了吧 还怎么养活我儿子 你来这干什么 我就是来看看你是怎么虐待我孩子的 霍野你要是不会说话你就别说 什么叫我虐待三宝 让他在这样贫瘠的生活下长大 就是虐待 你 霍野我告诉你 我不可能把三宝给你多少钱都不 你就死了这条新闻 你不是可能吗 三宝是我一手带大的 你凭什么一来就抢走他 就凭你出力的那五分钟吗 五分钟 你忘了那天晚上 是谁求我不要停的 臭流氓不要脸 我是不要脸 我只要孩子 爹地你不要把我从妈咪身边抢走 我想待在妈咪身边 怎么 爹地不是要把你抢走 爹地是要带你去游乐园 哇 游乐园 游乐园 好耶 我们也想去 这么多也喜欢游乐园了 霍野 你能不能带他们也去迷远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两个 是你跟别人似的 想去游乐园 让他们的亲生父亲带他们去 可是 你就是我们的亲生父亲呀 是吧 别乱说话 走 妈咪为什么 爹地只对三宝好呀 不是我们要像小哥一样 把妻子一叠甩到他身上 他才会对我们好呀 大伯 以后不要对他说你们的真实身份好不好 要不然 他们 会把你们从妈妈身边抢走的 我们要离开妈咪 我们要永远跟妈咪在一起 请问沈小姐在吗 宝贝们 你们先进去自己玩一会儿 我们一会儿来找你们 你好 我是 我叫丁泽 是会议的律师 嗯 这里有一份离婚协议需要您签一下 会要跟我离婚 会要跟我离婚 陈小姐 您也知道 老婆其实并不喜欢你 跟您结婚 也只是因为老一辈之间的戏 今天这离婚协议您签也签 不签也得签 我看看 离婚合同 如果我再在上面加一条 子女抚养全都归我 那是不是就不怕回忆来抢孩子们了 沈小姐 我还是劝您早点放手吧 老婆已经有喜欢你们了 您这样根本不值得 合同我签 但是 你得在上面加一条 我跟霍益的孩子 抚养全归我 什么 您跟老婆有孩子了 是啊 你看他 还有他 都是我们俩的 那行 那我再回去签一下 不用 我这有电脑 也有打印机 你就在这改 改完了我直接签好了 这样最好了 沈小姐 如果有空的话 明天陪我去到民政局 办一下离婚证 没问题 奇怪 这沈小姐不是一直想离婚才躲起来的 怎么一下这么痛快 喂 老婆 都办好了 你明天去拿离婚证就行 对了 还有你那个前妻 奇奇怪怪的 非要什么孩子的育养权 什么 是你们的孩子呀 你会不知道 你那两个孩子 非非胖胖的 老可爱了 你现在在哪 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行了行了 不骗你了 那女的养了一猫一狗 非说是你们的孩子 还让我改了离婚协议 这样把抚养权留给她 怎么又是一猫一狗 什么 没什么 帮我赞你一份结婚协议 重点涉及孩子的抚养权 一猫一狗都不放过 什么老婆 你说什么呢 我改导听的别导听 宝贝们妈妈要去上班了 你们在家乖乖的就不知道 奶奶是你 哎小艺 奶奶终于找到你了 哦 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吗 奶奶就是六滴哥七滴 他们才上网网课 我们是六个宝宝 小艺啊 家里的那个坏女人 她老是把你关在小房子里边 不让你出来玩 那这样吧 今天奶奶啊 带着你和你的这些小朋友们 咱们一起出去玩好不好啊 奶奶你这还没好吗 我真的不是小艺 哎呀 四哥 奶奶肯定是又一家出走了 我们送她回家吧 我们也一起 我们也一起 好 那奶奶 带你们出去玩啊 走 我们出去玩喽 出去玩喽 出去玩喽 妈妈今天爸爸带我去游乐场 特别好玩 弟弟还给我买了小玩具 哇 真棒 这些玩具 你要跟弟弟妹妹一起玩好不好 嗯 我给她买的玩具 为什么要给他们玩 他们没有爹 你 他在明天给四宝五宝买了礼物的呀 喂 郭总 老夫人又离家出走了 而且昏倒在了路边 好 我马上过了 哎 喂 他们怎么会在医院呢 奶奶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小易 奶奶是我 你终于认识我的 孩子们呢 他们怎么样了 什么孩子 就是昨天那两个孩子 我去找他们了 郭总 那四个孩子在隔壁地里 五个 是啊 四个白白胖胖的小朋友 还有两个是双胞胎 这年小时候可像 沈青春 你又骗我的时候 妈咪对不起 妈咪对不起 是我的弟弟妹妹出门的 要惩罚 就惩罚我吧 我 好了 妈妈看到你们没事就放心了 但是惩罚还是要惩罚的 走吧 不行 我得赶紧走 六宝七宝跟三宝长得一模一样 要是被惩罚发现那就完了 走 小姨呀 那几个孩子 真的跟你太像了 奶奶看着他们 就好像 看到了你 小姨呀 奶奶知道 你爷爷当年逼着你跟沈家联姻 你怨我吗 三年都没见沈家那丫头一面 你爷爷呀 到此都演不下那口气 会是他吗 那些孩子们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吓我一跳 你是谁啊 那四个小孩和他妈爱人呢 哦 你说那四个小孩啊 你就是那四个小孩的父亲吧 你老婆跟你小孩早就走了 咱老公呢 怎么现在才来呀 啊对了 这是你家小孩辣的学问证 你带走吧 习惯 三宝不是名叫沈昭昭吗 这上面写的怎么是谁宝宝 我大姐 我大姐 拜拜 招招宝宝 是一个人还是 喂 老霍 你现在过去民政局一趟 把离婚证拿了呗 沈小姐已经等在那里了 拿个证还要我亲自去办 要你干什么 拜托了拜托了 我现在人在外地赶不回去的 你不是尽快想离婚吗 今天不去又得一个月以后了 把地址发给我 他在哪儿 他现在在C区三比VIP房间 你最好保佑他 别缠着我 话不能这样说 你跟人家结婚三年都没见过一面 说不定这最后一面还能敲对眼呢 闭嘴 根本不可能 C区三比总统 霍先生是吧 还请您跟我来 霍先生 这里就是三比房间了 你在这干什么 你怎么来了 沈青城 你来这干什么 你到底 送快递呢 谁放你进来的 你怎么回事啊 这里是接待柜根的地方 是你这种人能进来的吗 带我出去 对不起 我送快递 没找到收件人 快递归在外面 快 一股汗臭味 恶心死我 给你出去 哎呀 站住 霍总你有什么事吗 你班里找的是什么 没什么 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还说没什么 你当我很好骗是不是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是来送快递的 不信 你问外面的工作人员吗 幸亏我来的时候 顺手带了几个快递过来 不然真的说不清了 那个丁泽也是 后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霍总 他就是父亲送快递的 你让你说话了吗 我数三个数 把你包里的东西拿出来 一 二 我拿 你拿这个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是想来用一家干净的卫生间 你个臭宋派子 算什么东西 这贵宾室卫生间也是你能用的 快给我出去啊 对不起 事情还没办完你要去哪 什么事啊 霍总 这你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忙 你这个出送快递的 你说什么 霍总 他不就是个出送快递的 你说他是什么 算了婚姻 我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 你习惯了 就可以让别人随意辱骂你了 你就是这样给我孩子做榜样子 你哭什么 该哭的人是他 没听到我刚才怎么说吗 听到了听到了 那你叫他应该叫什么 霍夫人 霍夫人 是我永远不是他人 我错了 开启霍子人了 我 我不是霍夫人 你现在虽然不是霍夫人 但是等我办完离婚手续 我就会娶你 你说什么了 谁要嫁给你了 你疯了 生了我的孩子不想嫁给我 你还想嫁回去 我谁都不想嫁 我已经有了 你敢把那个字说出来试试 就说 老公老公老公 哈 你亲我干什么 是你先勾引我喊我老公 还怪我亲你 有病 等我办门离婚手续 我就来找你的孩子 用不着 要不是现在孩子的抚养权 还没到手 我一定让你知道 我就是你当年千贤万贤的老婆 我恶心死你 这就是你说的安排好了 让我白等一个小时 白等 不可能呀 沈小姐明明在呢 而且她还发了资料的照片呢 够了 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马上拿到我们她的离婚证 一个星期 现在离婚冷静期 够得一个月呢 我不想让她们娘俩等太久 一周之内 务必拔好 牧总回家吗 去卓城小学 小学们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哇 老师的 生日 就是我妈妈为您准备的礼物 是个金手桌呀 今天这次 她喜欢搬第三名哦 继续加油 老师这是我宿命的包 这个包是从巴黎买的 可以啊 哎呀 老师可太喜欢了 陆小生 你这期可真厉害呀 是全班第一名 听什么 我哥哥每张时间都是马菜 老师我才八十几班 听什么是年纪第一 老师 就不平一点 沈宝宝沈念念 老师的生日 你们只做两张课谈 还想要公平 做梦 陆小生 你凭什么 看不起穷人 穷人 凭什么不能有公平 不配不配 就不配 你们这种穷人 只配给我们有钱人卖命 还想当第一 做梦 陆小生 我哥哥就是第一 你不许养妈妈 陆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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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宝贝 就算了 怎么 现在还觉得老叔 先偏 ум 是吗 那我就取消你这次的成绩 让你第二名也帮不了 老师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乌小超的父母给学校捐了200万 你妈咪能给学校捐什么 捐两张卡片吗 来 那个就是你要找的沈宝宝 他旁边那个是他的双摸胎弟弟 叫沈健健 他们还有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哥哥 叫沈昭昭 哥哥 是爹爹 坏男人 他对妈妮 四宝五宝都不好 咱不能认识 诶 主任 你来得正好 这样两兄弟欺负同学 我的建议是取消他们俩的成绩 然后再把他们打扫一桌的卫生 老师 推卢小超的是我 但你凭什么取消我哥哥的成绩呀 诶 主任你看 他们现在都敢当众顶撞老师了 你看这沈健健 把卫小超都打哭了 主任 卫小超的父女 最近刚给学校捐了200万 沈宝宝 你虽然成绩 但是品学唱 可不行啊 你不想被取消成绩的话 现在给你妈妈打电话 让她过来给卫小超同学道歉 必须跪下道歉 对 跪着道歉才有诚意 跪着 你们学校的校风校计就是这样 动不动着让学生下跪 这位先生 这是我们学校命的事情 你作为个坏人 插手不合适吧 黄老师 现在就是沈宝宝的妈妈打电话 让她在学校一趟 担心家庭的孩子就是问题 我妈你跟她在这儿吧 你出去打扰的 我父母让她觉得你怎么打扰过 你 freestyle 外人 学生家长也是外人 我知道 的是我 你知道 Old 学生家长也是外人 你是神保的家长 是神找我儿子 妈妈剑 beginning He said 他打我 陆夫人 我们刚刚已经决定 取消这两个人的成器作为惩罚了 那能取消成器够了吗 既然我小野种退我家宝宝 必须给我们归下道歉 要不然我需要开除你们 你想让谁给你下归 又想开除谁 你是谁 我教训两个小野种 你赶紧滚 要不然连你快走 我们不是野种 我们有妈咪 你们不是野种 那你们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吗 我就是他们的爸爸 你要怎么收拾我们 什么 你是他们的爸爸 你就是这几个小野种的爸爸 好呀 三个人凑齐了 那你们三个一起给我跪下道歉 要不然我让我老公收拾 我老公可是获氏集团的人 碾死你 像碾死一只蚂一样轻松 这么巧 我也在获氏集团中间 新手鞋子还有手条都能品牌 都是上不得排名的山菜货 你你是个臭打工 废话 我老公可是年绕百万的高层 幸运你一个臭打工 哎呀 县长 小巫人传乱当 那你赶紧跪吧 要不然孩子上不了学 你连工作都久了 爹地不能跪 妈咪说那儿膝下有毛巾 咱们穷也得有骨气 等来今天就是卢角超不对 好 爹地不跪 怎么不跪 行 你给我懂这 喂老公 我看儿子在学上都被人欺负死了 你快来呀 喂 哎方总 什么 今天晚上的应酬上 我可以给获足几杯酒 哎好好好 您放心 我一定在获足面前好好表现 哎 嘿好 谁这么大胆敢欺负我老公儿子 老公你快来呀 我和儿子都要被人欺负死了 你没两个欺负我儿子是吧 我教下你们 我教死谁 我 我 我的手 我 你今天要当我老公 你就总跟他开除吧 老婆 这小子在获食工作的吗 哼 他就是个臭打工的 他老婆送块地的 臭打工的 实像的 赶紧跪下给我磕三个脚头 走 让你从获食拳风再让嘴上 快跪啊 这位先生 你还是快跪吧 得罪谁不好 得罪有钱人 有人献想 先生 你还是想跪吧 毕竟把事情弄大 只会对你们的努力 六宝七宝 你们的妈妈教得很对 除了男儿膝下有黄金外 今天爹地在教你们一句话 爹地 是什么 毛坏呀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斩草从根 小子 你还想对你斩草从根 开怎么 给你十分钟 求得我儿子原谅 不斩 什么情况 他眼里的霸道好逼真大 难不成 他真的是什么留不得的人 小子 有什么面子 是干什么的 老公 他能干什么的 他就是个臭打工的 你看看他两个孩子 穿得破破烂烂烂的 他老婆送快递的 能干什么呀他们 他们几个 在学校吃饭都不敢多吃肉 都是小鬼 我听说啊他们家一次只买一件新衣服 周一啊老大船周二啊老二船 我妈妈才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吗 爹地 妈咪一个人养家很不容易 但是他对我们很好 我们吃的饱 穿的暖 还有学生 我们真的过得很幸福 我知道 你们不是瞧不起穷人吗 马上开除卢大军 并对他进行起诉 因为他打着公司的旗号 在外面招摇撞骗 损害公司民省 老婆 你听了 这小子说 要让货氏开除 还要让货氏起诉 他以为他是谁啊 货总吗 我爹地确实姓货 爹地 你是货总吗 健健 我就是货总 这位先生 你真的够啊 你就是这么教孩子的吗 教他撒谎 你要是货总 我就是货总夫人 校长交代 让我一定要好生招待这个男人 莫非他真的是货总 王老师 赶紧去把校长请来 赶紧去啊 小子 你不是说 要让货氏机场开除我 电话也打了 也装了 咱们还没有人来开除我 看一看 货氏机场的经理 人家一根手指头 就碾死一百个千名 就是臭大功的 这种人 才是最值得我尊敬的 来 方总 什么 老公你怎么了 臭大功的 你把我的活动上了 拍下来 给我闭嘴 啊 老公你干什么 我 我走 都是我 各位孩子 小医院不是开枪 你们不要开除我呀 老公你这说什么呀 你这 别说 我走 臭女人不懂事 我把你教育他 黑你 我来好 滚 让你过来读书的 不是让你过来欺负同学的 赶紧给我跪下 向两位小少爷道歉 快 跪下 干什么呢 你带着孩子了 这我爸呢 刚才 从他电话过来说 我就被过去开除了 行 让我赔三个亿的 明明损失费呀 什么 三个亿 把咱们卖的 咱们也赔不起 郭总 我们错了 你天哪被起诉我们呀 大人有大量 我们上游了 下游了 这孩子好 我上学要吃饭呢 我要吃饭了 上学 对不起 是宝宝 沈先生姐 我不应该骂你们 爹地 要不让卢小超的爸妈 去送快递吧 我的妈妈 送快递也能养活 我们一大家的人呢 说不定他们也行呢 他们不是瞧不起快递员吗 就让他们感受一下 快递员的辛苦吗 我妈妈说 任何职业都是值得尊重的 要让他们学会尊重别人 没听到我孩子说话了 还不赶紧滚 是 河总 我马上就去送快递 我一定要好好送快递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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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县长 原来你真的是 校长 就是这个人在倒霸 县长 原来你真的是 校长 就是他在倒乱 还有这两个孩子 我看脾气这么臭 别读书了 趁早跟他妈回去送快递的 你们是不是打我 校长 你是不是疯了 他就是个臭打工的 根本不是什么货总 你不要被他骗了呀 你还在说 我从我们学校里出的黄了 我现在在 希望没有一个女孩 走 这样的人出现在三尺简单 真的是对教育行业的污染 我立刻回去发通道 这样的人以后再也不会出现的教育 爹地 你真的是我们的爹地吗 你跟我长得好像呀 其实八地才认爹地对象的 宝宝健健 对不起 爹地来迟了 让你们受委屈了 没事 我都会弄我 爹地 你会把我们从妈咪身边抢走吗 如果会的话 你就不是我们的爹地了 刚才那些事听下来 为了养大这些孩子 沈青城真的付出太多太多了 爹地不会给你妈咪抢你们的 妈 沈青城 这七年你辛苦了 不过既然给我生了三个儿子 为什么还要瞒着我 喂 喂 霍言快来救我 陈小姐 呃我是九州快递的 您的快递倒了吗 您出来取一下 呦还真是沈家大小姐 沈青城啊 什么狗屁沈家大小姐啊 她早就被沈家提起来 现在真正的沈家大小姐 可是我们的爸爸 沈青城 来 这是你最喜欢的珍珠奶茶 今天 够 我 我 我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主持人生啊 你今天可真漂亮 清诚 这是我妈送你的生日礼物 感谢上次阿姨的注资 我家才能渡个难关 清诚妹妹 你脖子上的钻石项链 是好生哥哥送的生日礼物吗 太漂亮了 清诚 好生哥哥对你可就是不一样呢 沈清诚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不记得了吗 今天是什么日子 关我什么事 今天是你妹妹的生日 我们特意请你过来参加 你妹妹的生日宴会 怎么你玩的不开心 泡船接着马儿小姐到 我的好姐姐啊 你这是怎么了 别碰我 河川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他可是小三生的孩子 清诚 你少在这条路一见了 河川先生已经跟我们玩成功了 沈清诚 你是不是很羡慕 要是当年你妈没有犯贱 把你嫁进货 现在 滚了你别说这不是我妈 我妈是你的恩人 他出车我一直要被你 你妈骨灰都被人摇了 还敢过去呢 哎呀浩川哥哥 星神姐姐还以为他妈妈是出车后撞死 今天是我生日 我们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 让他也高兴高兴呀 好 我的小宝贝 谢谢 沈清诚 你妈当年根本就不是出去活死 你妈呢 是被我 浩川 还有爸爸 我们一刀一刀 吐死他 什么 我拉他拉 撑撑 今天在场的任何人 用一个手指头 就能免死我们的有个特种 你还跟谁拼呢 什么 是我妈的个儿子 你做大事出来的每一步都是我妈花钱不得不 但算你比亲儿子都亲 你还见什么呢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呀 沈清诚 你妈是对我很好 但她把所有的遗诈都留给了你这个被 还瞒着我偷偷把你给嫁了 生怕我和你在一起 这是对我好吗 文明就是在刷我 沈清诚 与其说是我们害死了你吗 不如说是你一步一步的杀死你 毕竟我和浩川先生 都是你亲手信到你妈身边 是啊 我把你们这一句奇说介绍给我妈认识 是我这边在做的最少的事 妈是你儿竟提 这么多年 连你死亡的真相都没查 沈清诚 我要你来呢 是给我过生日的 啊 给我找会去是不是 你 抓住 放给我 沈清诚 我知道你不会开心 除非 我把那六个野种带过来 陪我一起过生日怎么样啊 你不许说 你不许帮我的孩子 你不许帮我的孩子 去 把那六个野种给我带过来 不许帮我的孩子 不许 那我偏要 速度点 快去 不 不 啊 啊 啊 沈清诚 当初万众主摸的小公主 你也有今天 放心 这只是前菜 等你们一家人的到齐了 正餐才开始 好了 大家等会儿就玩吧 先吃饭糕 嗯 哎呀 中长 你也去啊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 姐姐大家都在給我唱生日快樂 你怎麼不唱 你不想我生日快樂嗎 我想讓你去死 那我不要看你是你先死 回憶快來救我 你剛才喊誰來救你啊 我聽他說好像是霍義 那個從來沒有人見過 神秘融尊略的霍氏集團總裁 霍義莉莫 寫寫廠 你還認識我們都沒見過的大人 難不成 你給他送過快遞啊 我就是認識他 你要是感動我的孩子 他不會放過你 那我倒要看 他能把我怎麼樣 好酸哦哦哦哦 他欺負我 神秘融 你敢推翻啊 你知不知道 他馬上就要拿到九州集團的繼承權了 到時候 他的地位 是僅次於霍氏集團霍義幾下 只找死 九州集團 黑總 這最後一個文件簽字以後 九州集團就正式從審視投遞出來 成為一個新的公司了 你考慮好了沒 好 好啊 那我就先走了 媽 咱們審視不是發展的一直挺好的嗎 為什麼要分一個九州出去 而且資金儲備量比審視要多得多 傻丫頭 這是媽給你留個後勺 誰都不知道 搬你出嫁的時候 媽把這個集團作為嫁長 媽你說什麼呢 我才十八歲 我只要媽媽永遠有緣陪著我 傻孩子 這生老病死 是自然規律 這九州集團呢 媽媽已經簽署了一份法律文件 不管以後發生什麼事情 只能由你來繼承 媽這大半輩子打下她僵身呢 是你自生 這個世道 媽 我不要什麼九州集團 我只要你 你要繼承九州集團 沈青城 反正你都是快死之人的 我也不怕告訴你了 之前那份繼承合同呢 本來是要有給你 可是沒想到啊 你和你那個短命的媽媽一樣 命不好 沒想到送個快遞也能出車貨 當場送 至於你的那些野種們嘛 等你死後呢 我會將他們折斷手腳 送去當街祈禱 這樣一來啊 你們沈家呢就絕賣了 我這個沈家大小姐 就可以明正延伸的 繼承九州集團了 沒想到啊 你媽死後呢還能造福我 我還真是要感謝那個 他當初一刀一刀刺死他自己的呢 沈小姐我告訴你 我那是趕過我的孩子 都算有十個就是 真的 什麼 你說我動了你的孩子怎麼樣啊 喂 豹子怎麼樣 那幾個野種抓到了沒 沈小姐接到了 正在趕回來的路上 不要就讓我快走 豹子 你有遇到 我惹不起的什麼人嗎 沈小姐 馬上就要成為九州集團的繼承人 一人之下 萬人之少 在你而入境 沈青長 聽到你 我現在一人之下萬人之少 今天 就是你和你那些小兒種的記憶 什麼 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你不要對我的孩子 其實妹妹呢 也不是鐵石心腸 你要保重你的孩子也可以 那你就 喝一個頭 你就 就放過你那個小野種怎麼樣 跪一下 跪 你 放開啊 快點快點 放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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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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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还是赶快跑吧 跑 想往哪跑 霍亦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 谁谁的说话 终身弄亏 老三市集酒店清城908 带着老四老五一起过来 看信 沈青城 是不是你找的下三男人干的 有你死 老三 霍云 你来了 孩子们呢 孩子们还在学校 别担心 有了人说故事 谢谢你 等等 你 你去了学校了 那你 清城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母亲 接下来就让我做一个好父亲该做的事情 你要干什么 保护我该保护的人 沈青城 这就是你长的年男人啊 皮囊到时候做的 只可惜呢 是个小白脸 她说我是小白脸 你生不生气 沈老二就是一个有眼不住的蠢女人 你干什么 沈牛 她说我是小白脸 你生不生气 生气 我当然生气了 她折磨我也就算了 她还伤害我们的孩子 好 那我替你教训 等等 你干嘛呀 你生气 你给我打 我不打女人 你给我打 我不打女人 你已经让人敢打花川先生 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 要是货事集团知道了 他不会放过你的 又是货事 你干什么 男人在外面干脏货累活 女人应该干嘛 我给你 一个肩 好结实的肌肉啊 看来 此男七年前有八块腹肌的公狗腰肯定还在 这脑子里 又在生产什么黄色肺料 我是让你站远点 别这样的血 别站太远 要不就看不到了 臭小子 你敢断我的手臂 脑子今天非把你送到十八层地狱 五十道 小铁如你 两个将心 AK 带小勇气的 总将心 十二十 大多吩咐 送给二哥的 顾少 您来了 就是这个女人 和她的野男人 在您的市地翻车走吧 你快点收拾他们呀 顾少 您这手里握的是什么呀 看着好精致啊 是送给我们玩的礼物吗 哎呀顾少 您太客气了 您能出席我的生日宴会 已经很能幸 太荣幸了 你算了什么东西 也陪我送你礼物 顾少 您 这人还小的吗 你又是什么东西 你陪我跟以前 后生哥哥你的脸啊 嗯 我不配 我不配 顾少行动 二哥 二哥 刚才是谁说要送你下十八层地狱 这么狠 正好 给我的刀开开刃 二哥 顾少为什么卡牌一哥 沈青城这个男人到底是怨 老三 看着这 二哥要是拿刀卡手都得变坏 你不能拿我这把枪 几秒钟之内就能 这位是 呃 我是 这是我孩子的母亲 这是我孩子的母亲 沈青城 你真是好手段呀 这么快就找到那个野男人了 婉儿 你不是说沈青城是被工地上的野男人玩了吗 这个看着有权有势的 谁呀这是 还有六个孩子 谁知道哪个是他的爹呀 可恶 这男人长这么帅 又身份不俗 不落到我手里 竟然便宜了沈青城 嗯 这件事 沈婉儿 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你不给我闭嘴 哎 姐姐 你为什么不让我说呀 难道 怕他知道你身子脏了吗 霍姨 你别相信他说的 我没懂 什么 这就是霍姨 霍姨怎么能到沈青城这个贱人 霍先生 这沈青城孩子爹都不是同一个 根本不配做你孩子的念经 相反呀 我们婉儿 你少血口喷人 姐姐啊 我哪里有血口喷人呀 难道你能保证那六个孩子都是同一个爹 你 六个孩子 我 我当了可以化石 只是 当着霍姨的表 我不能承担 哈尔哥 这什么情况 你什么时候有孩子了 二哥 大哥给了我一个优盘 说这里面的东西 跟你和沈小姐的事情有关 哎 哈尔哥和这女朋友的事情 我们都不清楚 老丹 在国外又怎么会知道呢 不管他是什么人 只要他是孩子那么轻 这只够 哎慧总 沈建成他好歹读的 你看我的手 周霍总 你拿到指着我过不去呀 谁让你过来 京城过来 我 有的人说再多 不敢推倒 我走 二哥真的是哪有力抱 你看看二哥能说这次是怎么行 不是 不是 撤撤撤 原来你别是活动啊 撤撤 之前是准备的 是 这是你 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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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说对不起吗 你不是要说抱歉吗 躲什么怕什么呀 我妈不就死在你面前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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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死吗赶紧滚 你们留下吧 哎呀姐姐呀你快让护所放了我吧 我我刚是开玩笑的 沈金城 婉儿再怎么说也是你妹妹 你难不成还在 沈婉儿就算要死 你也要死了擦前面 你这个贱人啊 这一巴掌 我打你忘恩负义 啊 这一巴掌 我打你狼心狗肺 二哥 嫂子身手不错呀 外表小白兔 那里却是个小老虎啊 有意思 二哥 怕嫂打这么久都累了 要不 我上床呢 帮她发现 陈金城 我 获得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求你们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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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金城 获得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求你们原谅我 求你们原谅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啊 这才哪到哪呀 你跪得未免也太早了吧 我妈当年填补给你们的一千万呢 啊 啊 华 我连门带领了 求你们放过我 不是集团是吧 看不见你们的孩子 这是什么 滚 金城 不是不能破产 不是真的不能破产 金城 滚 沈先生 我可是马上要继承九州集团了 你要是敢动我 你就完了 不步 完整 继承一下 有什么 可以吗 一定要 没有 你 这辈子的活生了 二哥 二嫂应运不足 我喜欢 还不咋了我 你敢说一路挺的 大哥一直跟我聊天 要把二嫂越加的画面录开 啊 大哥对二哥你怎么敢进去 哎呀录什么录 大哥想看着他自己就来听着看 二哥你还真别说 大哥说了 你如果把沈潇静去回家的话 他一定亲自告诉我 大哥那么深意 你确定他会来参加二哥的婚礼 你不信 我给你看 真的 大哥一挪千金 二哥 我现在请你立刻原地 马上去沈小姐 我真的想见见大哥了 我有个朋友 他得罗中文快死了 你看零死前的约翁 就是想见一见 神秘之鸡的老大一面 老四 你又在屋中生有了 主要是想见老大一面 跟老大认识快一年多了 从来没见他对赚钱外的社稍息 他为什么会这么关注沈青城 沈青城 你身上到底有多少秘密 是我不知道的 他怎么会这么关注沈青城 他怎么会这么关注沈青城 二哥 这二嫂 你下手够狠的呀 你不管了 不会闹出人命吧 不用管 他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么 哎老婆 你看到这件事 感觉像是 万年的铁树要开花 在压满卡了 这孩子都用了 恐怕 早就开花了吧 你藏得挺身啊 难不成这二嫂 就是贵爷爷当年让你取的那个 闭嘴 那个嫌疑图报的薪金 他才会当我孩子的母亲 不过 他倒挺合适的 呦 沈青城 你别言你帮上了婚姻 你就能买书以为 你要是敢杀我 你放心 我今天不会杀你的 我只会 你什么 你说了吗 现在是鼓楼 鼓楼怎么了 七年前 你不也是这么逼我跳下去 对了 你还说 一尸两米 便宜了附近的野狗 这些事就让他过去不好吗 你已经重新再出 我的好妹妹 我们玩个游戏 我数到三 你自己从根跳下去 我就放过 不然的话 我就改到你身上 一个 然后再把他标下去 你看 他还没死 需不需要斩草出根 斩草出根不及一时 让他跑吧 时间不早了 我得回去复到孩子们写作业了 沈小姐 请稍等 你在叫我 是的 我这边有个电话 希望您接一下 你确定让我接电话 确定即肯定 老五 你在搞什么 我也不知道 大哥说突然有个电话 希望沈小姐接一下 二哥 你这个老婆 到底是何方沈生 连大哥也喜欢 看来 老大也喜欢美女 可惜我不是个女 玩水 我肯定能把大哥咪的生活间走 你好 我是沈青城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阿姨 八宝 妈咪 你小点声 不要被别人听见了 沈康康 哎呀 我的马甲就要被泄露了 沈康康 你搞什么鬼呢 你不是在英国参加计算机比赛吗 霍姨他朋友说是他大哥来找我 怎么是你啊 我就是他们的大哥呀 沈康康 你怎么能是霍姨的大哥呢 他是你 阿姨 我都知道 但我还要再考验他一段时间 才能让他做我的 沈康康 是不是你让三宝去找霍姨的 你 阿姨 听下 你在试生气的时候吗 你不想知道 全中集团都是鸡丸 你不想进出 全中集团的潜移资产 都会一手 妈 你不想在我玩吃香脑和辣的吗 你不想进去 你跟你抢人的时候 和钱砸他吗 等等 你说 拿钱砸获益的事 拒绝展开说说 二嫂 我大哥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你大哥说 他是我坚强的后盾 还说 会帮我监督获益 看他配不配得上我 我配不上 你去哪儿 我说了我要回去辅导孩子们写作业 你知道孩子在哪儿吗 霍姨 今天谢谢你啊 以后你跟孩子 就住这里吧 不用 我们家虽然小 您是住的一下 静长啊 我说话最好你一次就听懂 三宝六宝七宝是我的孩子 你想剥夺原本就属于他们的优质资源 让他们跟你一起回贫民窟摸爬滚打吗 你想回去 好 你可以带着你那两个野种滚回去 但是我的孩子 必须留在货家 什么叫在屏蔽库里摸爬滚打呀 你少瞧不起人了你 想让我瞧得起你 你就得拿得出让我瞧得起的资本来 在那之前 我的孩子必须留在我身边 至于那两个野种 就算你带着他们去睡大街 也跟我没有办法性关系 你给我等着 沈兴成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说我带着孩子睡大街 都跟你没有办法性关系吗 你想多了 你不是有六个孩子吗 怎么只带了五个再生 第六个孩子六宝 他可是你大哥呀 你不知道吗 关你屁事 我再问你一遍 关不关我的事 不关不关不关你事 你凭什么这么关系六把呀 他又不是你儿 你 放开我 放开我吃流氓了 亲我还吃折腾 你 你 你是狗吗你 怎么了 这样就受不了了 这样吧 哎 放开 妈咱们 你妈妈 你妈妈 喝什么 四宝 五宝 你们行得正好 妈妈赶紧回家啊 走 来 来 妈咪我好想提抱他们 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们呀 四哥你是不少呀妈妈 够难过 那我就不想他们了 妈咪我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谢谢四宝 妈妈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的 到时候我们一家七口永远不分开 好不好 好 快吃饭吧 来 妈咪等会又要去送快递了吗 明天太阳好大 你要做好防晒 你要多喝水 谢谢宝贝 妈妈今天不去送快递了 妈妈要去把外婆送给我们的礼物 取回来 沈小姐 幸亏你及时出现 要不然 我们真的被那狼心狗肺的沈家人去骗了 是啊沈小姐 这九州集团 是你母亲的毕生心血 我也守护了才六年 如今能够完毕归账 我也算是任务完成了 这么多年 再次见到你 又仿佛见到了沈宗 沈小姐 我相信 九州集团在你手上 一定会再创辉煌 蔡叔叔 何叔叔 九州集团 虽然是我妈一手创建的 但是集团都有今天 离不开两位的付出 请说清成一败 沈小姐 万万不可 沈小姐 既然你已经接手集团了 今晚就在九州酒店 盛情款待将成百万好门 对外 何叔叔 公布可以再等等 在这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沈小姐 有什么 尽管吩咐 何叔叔 这件事情别人代替不了 只有我亲自去做 送走了吗 走了 这不是胡闹吗 放着外人之上的总裁不做 要从基层做起 哎 你还别说啊 我觉得沈小姐的这个决定啊 非常好 你想 万丈高楼 始于鸡 盘龙卧虎 高山起 再说吧 我把那张黑卡和南城别墅的钥匙都给她了 行吧 不会让沈小姐吃苦的 你就宠了她吧 你这话说的 就只有我宠她吗 刚才是谁给设计部打招呼 说 让她关照一下 今天新入职的员工 这是三位小少爷的亲子见面 恭喜霍总 三位小少爷 跟您都是生物学上的父子关系 霍总 霍总 老师又没男生 奶奶又犯病了 老师又没有犯病 就是被小处理那些儿童 他就往后给启集到 说是霍总 您再不结婚 你不生孩子 那您愿死在外面 你不要回家 霍总 三位小少爷的事情 是时候告诉老夫人 去 把训金城结婚活假 还有 催促定德 赶紧让你们 把离婚准了 什么 你说你 生了三个孩子 都是小艺的 情生苦乐 贺奶奶 其实我 陈金城 你要是敢告诉奶奶 你有六个情生苦乐 我保证你这辈子 见不到另外三个 霍业 你有病吧 我签了这份文件 你就给我十个一 没错 假装我的妻子三个月 文件里说 我三个月不能见四宝他们 抱歉 陈金城 不就三个月 不见了三个小野种吗 他们不是野种 他们是不是 跟我有何关系 记住 今天这篇文件 你签也得签 不签 也得签 你记住 你今天没想 别后悔 我获疑的字典 从来就没有后悔二字 奶奶 孩子 确实是我跟后悔的 那可太好了 不过 秦成 我记得 你好像 还有两个孩子 是不是啊 那个孩子 我觉得 跟小野长得更像 奶奶 那两个孩子 是 秦成说我的姑娘 他们才不是呢 奶奶 是我记错的 那两个孩子 是 秦成朋友的孩子 是啊 奶奶 我那个朋友特别可怜 他不光被渣男骗了身子 他骗光了所有的钱 他最后就自杀了 不过还好 这个渣男最后被雷劈死了 也算是 老天有眼 这样的杂丹呀 死得好 死得好 奶奶 为什么觉得 你 你 你脱脏骂坏谁的 我说四宝的爹呢 我说你 秦成呀 我觉得你 真是又善良又伟大呀 这样吧 你带着六个孩子 住进我们霍家来 他们都是咱们霍家的孩子 也可以叫小姨爸爸呀 嗨 奶奶 小姨 你不要拒绝 那两个孩子 我见过 又乖巧 又懂事 有他们叫你爸爸 那就是你的福气嘛 你呀 就偷着乐吧 谢谢奶奶 你不要 是啊 我愿意让其他三个孩子 叫你爸爸 你就偷着乐吧 陈天成 你可真有手道 竟然哄骗着奶奶 接受了那三个野种 我那是哄骗吗 那是我的孩子们 魅力大 是不是这常人 都会喜欢的 像你这种 小脑发育不完全的人 才会一口一口 野种叫你 你说谁小脑发育不完全 老夫人 少爷和沈小姐的感情真好呀 这刚上车 这忍不住气少了 看来 少爷从那段婚约里走出来 是啊 能走出来就好 当年跟沈家的那个婚约 本身就是个错误 沈家的那个丫头 我没有见过 不过听说 她的人品不怎么样 小玉 是在缺爱的环境里长大 这个清成性格特别好 就适合她 是啊 少爷从那段婚约里走出来 安心夫人又不消停 她不消停又能怎样呀 清成呀 可是比她那个侄女好一千倍一万倍都不止呀 你安排下去 今晚我要举办晚宴 公布清成 还有三个孩子的身份 以后我这个老太婆 就是清成的底气 霍姨 我警告你 你要是下次再不提前跟我说就请我 你信不信我告你尾心 好啊 下次我亲你的时候 我会提前冲击你 你要是再这样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告诉你 我们是假情人 你信不信我现在又轻人 行了 晚上宴会的时候奶奶会公布你和三个孩子的身份 你回去准备一下 五点钟的时候 我来接你 你说什么 要公布孩子的身份 我还想到时候带着六个孩子一起考虑 离婚这也没 公布了 可我还怎么考虑 他们是货家的人 您有名有名 你就在这停车吧 九州集团 你来这干什么 我在这上班 今天刚入职 我先走了 去跟九州集团打声招呼 告诉他们 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强度别太大 这三个月 我还是希望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应付奶奶这件事情上 好的 号走 丁哥 疑婚证了 好了 我联系不上任小姐了 联系不上 你不是见过他吗 我又在外面 要过 我把他家的一直给你 赶紧给我回来 把这件事情处理清楚 什么 部长你是说 今天入职的是霍总的女人 没错 今天霍总秘书特意打电话交代我 让我照顾这点 而且不光是霍总秘书 就连咱们集团老祖 也特意招呼过我 看来来的不是什么小人物啊 来了来了 人来了 这一下来了两个 到底哪个才是霍总的一个人 我怎么知道 霍总秘书打电话也没说名字呀 叔叔真的是你 部长 霍总让我们照顾的肯定是叔叔 他呀 可是霍总青梅竹马的初恋呢 大家好 我叫温叔 刚从国外回来 学过今天设计 阿易得知我回国 竟然专程安排人照顾我 太太姑妈说的没错 她果真从那段婚姻里面走不出来了 也是狗屁恩人的女儿 只有我才是和阿易最配的 温小姐 您真的认识霍总 我跟小易确实是青梅竹马 他呀 总是操心太多了 部长 麻烦您了 不不不不麻烦 没关系这边请 您的位置在这 大家好 我是 叫什么叫 你是不是入职不好 非得现在来 害得我差点冷落了 温小姐 你现在去给温小姐倒杯水来 不好意思部长 我应聘的是设计师的职位 我不是应聘年约人 她可是温家大小姐温叔 是霍总的初恋 让你倒水 是你的荣幸 初恋就了不起了 我还是喝一个 这么荣幸 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我跟田田认识这么久了 怎么能让她去呢 大姐 我都不认识你 你好意思让我倒水吗 没事 不想到就算了 洗手间 这职场大了什么人都有呀 人家温小姐贴身的准备礼物 她一个新人 什么都不送 不懂礼数 看她穿的一身地摊货 送我都送什么礼物 香奶奶的香水 叔叔你也太好了吧 我真的好喜欢 你们喜欢就好 一军团包子 要不是为了九州集团的继承权 这辈子 你们连天我的脚趾都不懂 爸 你让我回国 是阿姨要跟那个臭女人离婚了 他们还没有离婚 但是 阿姨已经催促 离婚律师 家会进度了 阿姨终于要喊他那个臭女人 不仅如此 这次啊 你回去后 阿姨还会 想方适好地取悦你 获得你的好感 真的 是的 如果这次你回去 能够成功获得 九州集团的继承权 那获家忠祕的未知 非你莫属 爸 你说的是那个 前不久才和美国 签向万一合作项目的 九州集团 爸 我要去做九州集团的继承人 回药 二死那个 跟我阿姨见 好 目前九州集团总裁的合同 将于一个月后到期 我最常闻 九州集团前任的组人 没有留下继承人 所以 集团下一任继承人 将于和太运来指定 你回老公 马上入职 九州集团 去设计过手办 我不是回去当继承人的吗 怎么还要去设计不上吧 那个何天云啊 对于钱全色都不上心 唯独喜欢有能力的人 小叔啊 你去设计过后 都要想尽一切办法 吸引何天云的注意 我们理贯来手 保证拿下作品 到时候集团其他人之位 肯定分以默 喂 怎么 小叔 莫家今晚举办婚宴 也请交出所有好门名流 说是有重大消息要对外宣布 我想是小姨知道你要回国了 要公开跟你表白 真的吗 阿姨可太让我感动了 算他识相 乖乖跟你请 我认识 我也不是办法证止他 又是交代打点 又是举办圣诞宴会 阿姨 我就知道你爱了 都坏那个姓水 一见女人猜善了 简直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帮我调查一下 当年和阿姨结婚的 那个女人的全部资料 你怎么知道我这是上班 你调查我 那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家里也没人 我就重大是多宁啊 沈小姐 我可是专门从海城过来的 拜托了拜托了 跟我领离婚证的又不是你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要是我跟你结婚的话 那我肯定不会跟你离婚的 真的吗 为什么 我小小的调查了一下 发现你还挺优秀的 要我跟你去领离婚证也可以 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顺便给我家赏 不可我男人获益 有眼无珠 有有有有 看不上沈青城 沈小姐 你不要搞我呀 陆好英来找我 我再去跟你离离婚证 好 获益 这个家男 臭男人 有朝一日午 一定要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 打烂你的脸 一个钱快递员 想打烂谁的脸啊 孩子们呢 孩子们回老家了 换车 哦 坐前面 我可不想给你当司机 我又没让你来接我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我说 感谢郭总不辞辛劳的来接我 现在正好是下班点 我打车肯定打不到 霍总 你真是天下低谣 这还唱不过 那谁呀 沈小姐 她的路就老后车上 难不成两人破冰了 既然如此 录音笔的事 你不着急 霍一 这个项链我戴不上 你帮我戴一下呗 你看什么呢 清澈 你五十五 不给我看 你都给我生三个孩子 你浑身上下哪一处 是我没有看过的 那天晚上那么黑 你能看到什么 是吗 我不信 清澈 有没有人跟你说 你穿这件裙子 真的很浪漫 你喝多了呀 嘴这么甜 那你 要不要试试 你喝多了 清澈 能不能不要这么扫心 我今天高兴 多喝一点酒 你高兴什么 我高兴 夺走我初夜的女人 给我生了三个大胖小子 我还高兴 我们气内没见 又能像今天 这样重复在一起 原来当初 我 夺走的是你的初夜啊 不仅是我的初夜 也是我的 唯一一次 唯一一次什么 对女人 肃然起庆吗 清澈 做你多年了 你还是这么厚色 不过你说的没错 不仅是我的初夜 也是我的唯一一次 我可恨的是 你却又给其他男人 又是我的孩子 你干什么 我要把你寻生其他男人的痕迹已经盖掉 这生 是 我没有其他男人 我就你这一个男人 我那六个孩子都是你的 算了算了 霍宜这么多年都在为我手伸如玉 那我也不逗他了 把一些真相都告诉他了 而且 我有了酒桌集团 也不怕他跟我抢孩子了 霍宜 霍宜 兰 回瞄 老师 我们是一家人 能 MLT WC 第一項 你是不是在抱抱琴琴呀 说啥说 拿手跟你说 抱抱琴琴就会说小朋友 太奶奶太好了 妈妈又要给我们说小妹妹了 哎呦是这样的呀 哎呀是我老糊涂了老糊涂了 那张迷说 那你就好好守这门口 不要让任何人进去 看来呀 看来呀蔡奶奶要等着抱第七个重孙了 走我们走了 沈小姐 您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快 这种问题你问问我怎么知道 难道我们化弄他身体 没错就是你像个那样 快太快了 我都还没有感受呢 接受 啊 这话是通说 是怎么一发入魂 一举拿下三胞胎的呀 沈金城 你怎么来了 沈金城 你怎么来了 对啊沈金城 这儿是货家的宴会 你的穷鬼来干什么 管不住你的空人机却只要说话 一张嘴满骨子的事 让人恶心 沈金城 你敢骂我 我打死你 沈金城 天天只是担心你 没有邀请韩进不去货家 你要这样闹下去 我们可不会带你进去丢人线 沈金城 你听到了没有 要不是叔叔带你 你这样的苍蝇 想飞都飞不进去货家的大门 沈金城 我看你呢 也顺装打扮了 肯定很想进去吧 要不呢 你给叔叔呀 跪下来 磕个头 道个歉 怎么样 沈金城 你会不会磕头 不会 我教你 沈金城 你居然敢打我 沈金城 你居然敢打什么 他可是部长的女朋友 告诉你 你完蛋 沈金城 我等着 我正确让我老公过来收拾 喂 老公 我被欺负了 快来 开除我 好呀 不等着 金城 你不要闹了 今晚是我的大日子 你就给婷婷还有婷婷 道个健好看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把我不被开除 沈金城 你胆子好大呀 竟然敢跟叔叔这么说话 你知道他的隐藏身份是什么吗 九州集团继承人 沈金城 你呢 这是低路尘埃的实习生 而人家呀 是高高在上的继承人 就你 我劝你呀 还是赶快呀 给继承人跪下 磕头认错 请人家高抬跪手 找你狗命一条 继承人 没错 九州集团 继承人 啊 九州集团的继承人 是 婷叔 秦城 原本我不想用我的名头来恐吓你的 不过 我只是想 你给田田还有田田道个歉 叔叔 你还跟他费什么话呀 你是什么身份 他呀 给你舔脚趾头 都不配 九州集团的继承人 走了一个又来的 求家一 喂 霍姨 我忙着呢 刚刚我一会就上去了 秦城 你刚刚 说什么 是安逸 他就是安逸 沈青城 霍总的名字 是你能喊的 名字起了 就是让人喊的 我还有什么问题呢 沈青城 你刚才 不会真是在给霍总打电话吧 你可别是自导自演的吧 沈青城 霍总呢 可是我们叔叔的 哎 今晚的宴会呀 也是霍总为我们叔叔准备的 他怎么可能会给你这个穷鬼打电话 哦 对了 他肯定呀 知道自己马上要被收拾了 所以害怕 故意呀 练故事来骗我们呢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霍总 由我们叔叔这样继承人就好 还理你干什么 秦城 我知道 他一级温柔月土地 确实是很被迷迹的命中心 可可我今天要跟你声明一下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他不行 你要是非要跟我抢 你就是遭受偏袭的小丝 知道吗 我看你是脑子有坑 是谁 敢骂我九州集团集团人 是谁 敢骂我九州集团集团人 部长 部长 就是他 沈青城 你敢冒犯温小姐 温小姐 您先别生气 我马上给何先生打电话 让他出面来处罚这个 不知好歹的女人 小丁会有什么意思啊 直接叫总裁本人过来 看看如何惩罚我 不是更好吗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总裁亲自出面 沈青城 你该不会是怕了吧 沈青城 你要是真的怕了 就跪下来 给叔叔把鞋舔给进 那样的话 我们就能放一条狗命 怎么样 张甜甜 你哪只狗眼看见我怕了 你不敢让部长 给总裁找电话 不是怕了 是什么 好 你打吧 你等着 部长 电话通了 能否让我亲自说 好 我了解 您来说 沈青城 你就等着完蛋吧 何先生 抱歉 这么晚还打扰你 我这次来电呢 是想跟您说说 我那个叫沈青城的同事 什么 您要亲自跟他沟通 何先生 你身份这么宗贵 喂 青城 被欺负了 你等着 我马上过来 没有 何先生说是真是个急性 亲海 你认识何先生 不认识啊 那他跟你说什么 他说让我在这儿等他 可以不去过来 何先生太看重您了吧 竟然亲自不变啊 我们温温可是霍总的女人 总裁也比不过霍总 你刚才呢 居然还装说 霍总给你打电话 哎 等我总裁来了 你该不会说 他是来给你出头的吧 如果我说是 你信了 沈青城 我没听错吧 你说 总裁替你出头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青城 有件事我们告诉你 我虽然是以信任设计师的身份 录制九州集团了 但 那只是因为 我想从底层 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我父亲和何先生 可是顾脚 这九州集团继承人的身份 也是他许诺给我一步 何先生到 沈青城 沈青城太过分了 这忽然侮辱 不了解 是啊 沈青城 我建议 全行业奉上 沈青城 你送快递的电动车还没用呢 因为你马上要滚回去 送快递了 这沈青城上班第一天 就屡次顶撞我 沈青城 你要看出他吗 也不用啊 只是不希望 他在做一些 对于我们部门不团结的事情 毕竟 只有我们团结一心 才能给公司带来更好的力 您说是不是 警长 你怎么看 加尔威小姐说 我不利于部门的团结 那就 将设计部原地解散吧 反正有这种 就是一颗老鼠屎 沈青城 你说什么呢 沈青城 九州集团设计部有成百上千的大老 你说解散就解散 你笑老姐 何先生 明明是我父亲跟您交好 你问他干什么呀 沈青城 你最好会先为一部结局先跟搭上路易斯 要不然 我是不会放股 你父亲是谁 你又是谁 总裁 您不认识 温小姐 我作为九州集团的总裁 我为什么要认识一个新入职的员工呢 这怎么可能 那他呢 沈青城他也是今天第一天入职 你们什么关系 想知道 你听好了 青城就是下一届九州集团的总裁 是我亲定的继承人 您刚刚不是还说继承人没有定吗 怎么就变成沈青城了 难道 是他早就爬了您的床 沈青城 你真不要脸 总裁大了能当你爸爸吗 你竟然敢爬他的床 你真是恶心 混账 你给我 平常 走 我陪你上去 沈小姐 沈小姐 师父母错 师父永远不是在山 师父永远 原来 原来那是霍总秘书 你知道 别安排犯军公司的人 尸体啊 部长 原来之前霍总秘书 正在你照顾的人是 沈青城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他也明明知道 我已经一只九州集团 怎么可能安排人 照顾沈青城而不受 贱人 你是误导我是吧 我明明记得霍总秘书 那次说的是三个人 结果你一来就说 你是霍总初恋 你这也把我害死了 啊 我说 今晚霍家大老人急 给你一个将功处对 记 叔叔 我听说今天霍家老太太 要宣布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她应该是知道 你要回国 想撮合你和霍运 就算你不是九州集团的继承人 那你也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能配得上霍运 霍家这个宴会 本来就是给我举办 我还需要跟你们这群贵 如果想继续发迹大了 就跟紧 你好 请出示请柬 什么请柬 我进霍家还需要请柬 这是我到第一次听说 不好意思小姐 这是规矩 无论是谁都需要出示请柬 无论是谁 那沈青城刚刚进去的时候不也没有请柬 沈小姐是霍家人 但你们不行 你是外人 沈青城姓沈 算哪门子的霍家人 这沈青城叫做点什么身份 都是你是原来霍家的剑人 你害得我八十年 你还准死 我杀了你 住手 姑妈 你来了 警长 那个温叔 我跟他没有半点联系 你不要误会 何叔叔 我怎么会误会您呢 看来 不能再在底层浪费时间了 九州集团一天 不对外公布我的身份 外面的那群柴王 就多一天也成绩 什么的这块病人 何叔叔 我们选个凉成吉日 举办个宴会吧 我要公开自己的身份 就这样 你终于想通了 我马上去办 嗯 好 谁 谁介绍 那个演员是谁 怎么吓死你了 好大的胆子 在我的眼皮底下 跟别的男人偷情 什么偷情啊 什么演员人 口嘴里都不吓 要说演员人 你才是我生活里的演员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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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城 对你的老公离婚 嫁给我 会带那三个孩子 和亲生的一下 哎 哎 什么亲生的 谁稀罕你的施舍 我不稀罕 我的孩子也不稀罕 谁说我施舍你了 我是爱上了你 想跟你和你的孩子一起生活 不情吗 各位来宾 各位亲友 今晚我们霍家邀请各位 欢聚一堂 是为了庆祝两件事情 这第一件呢 就是我们霍家终于找到 流落在外多年的三位小商业 这三个孩子呢 是我孙子的亲生子肉 这场晚宴过后 我们霍家正式将他们进入祖谷 天呐 霍总的亲生子肉 还是三个 这消息也太爆炸了吧 听说霍家的子孙一生下来 就会有一种聚合残产 那这样算的话 这孩子的生母 岂不是将成为中贵的女儿了 这第二件呢 就是这三位孩子的生母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她的名字 她叫沈青城 是位善良又漂亮的妈妈 静城 那个Q你们赶紧上去 好的那你奶奶Q我干什么 她肯定不会告诉你 作为我们霍家的儿媳妇 生了儿子要奖励一个页 她是害你上台领奖的 生孩子就奖励 霍燕 你们把我当什么了 把我女儿当什么了 女人在你们霍家人眼里 就是用来糟蹋的生育工具吗 我们什么时候还有女儿 霍家可不是众男轻女的 生了儿子奖励一个页 生女儿 奖励两个一 我 fun 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 主要大家记住 沈青城 就是我们霍家的少奶奶 以后的当家主母就行了 当家主母 当家主母 就给她沈青城 母亲 这事我反对 魏晓柔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妈 你也太着急宣布张家的命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呢 什么事 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 你忘了 你们家小艺 现在可是已婚状态 今晚这么多人 要是让他们知道阿易婚那出鬼的话 魏晓柔 你到底想干什么 霍奶奶 我和我姑姑 不过是想要一个霍家少奶奶的位置吧 你们 魏晓柔 你虐待阿易 毁了她的童年还不够 还要毁了她的婚姻吗 霍奶奶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是哪比不上那个沈青城 怎么就剥害了阿易哥的婚姻 好了小叔 说无意 妈 我劝你呢 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这霍家少奶奶的位置要是付给我 我保证会想尽一切办法 毁了阿易的名声 毕竟你这好孙儿呀 婚内冲婚 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你 你 我们走 你妈 妈妈 妈妈 嘛 妈 我 你 最近 董事 腹 窕 我 我就是啊 你不是的 把孙子还给我 把我孙子还给我 我真的是你 你不要动我 你不要动我 奶奶 你不要动手还我的孙子 奶奶 麻烦是因为 集合工县你提到今天市场 让我已经难以控制 让我无法控制 那该怎么办呢 新病还需吸氧机 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丁哥 限你一个小时之内 带着那个女人的皮疗给我滚过来 通知民众局 我要离婚 卧总 老夫人一直喊着要见您 您是接上机葬 会给新疆发展室三等 让他进去 他要见的 你是我了 霍姨 奶奶真的没事吗 他见了四宝就会好 那我们赶紧进去吧 四宝 一会儿见了老奶奶 乖乖的好不好 好 不喜欢老奶奶 她对我可好了 真乖 走吧 哎呦 哎呦 我的乖孙子呀 快快 让奶奶看看 你刚才去哪了呀 奶奶一觉醒来 看不到你人 你把奶奶都吓死了你 奶奶 我就在隔壁房间睡觉呢 哎呦 吓死奶奶了 哦 对了 你给奶奶说 那个坏女人 她欺负你了 没有呀 她要是再敢欺负你 你就告诉奶奶 奶奶帮你 惩罚她 好不好啊 坏女人 什么坏女人啊 奶奶之所以会是不是犯病 是因为她觉得对我很愧疚 愧疚 母亲去世的早 有后妈以后 她也对我不好 经常背着人 对我全场讲题 火烟 爷爷奶奶知道以后 他们很愧疚 觉得没有保护好我 清诚 知道为什么 我想娶你们吗 为什么 就感觉 你是个很温暖的人 会跟孩子一起 给我一个温暖的家 火烟 其实我 老伙儿 我跟你说 你怎么猜了 什么这样 我跟沈小姐 单独说两句话 沈小姐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老伙儿两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 说来话长 你怎么来了 他又想干什么 我来能干什么 方人是你们两个离婚来的 哎呀 我们两个可能不离婚了 什么 我说我们可能 你们两个说什么悄悄话 还背着我 丁哥 我要的东西带了 四宝在里面陪奶奶 你要是累了的话 去隔壁屋休息一下 我跟他出去办理事 等等 霍姨 你可不可以不要去啊 那不行 就办了以后 我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你说跟我说 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家了呢 什么意思 你好好想象我说的话什么意思 想不出来 那就算了 哎 金城 你想跟我私奔 私什么奔啊 多大年级的人了 那你 够了 我来的时候都吃过饭了 不是来吃你们两个治狗粮的 老伙儿 你自己看看 看完就明白 老伙儿 我睡前证明 我可没有不安整你的意思啊 话还没说完呢 滚 好 我滚行了吧 那你们两个以后 好好说话 别动不努力管 tentang 你听人家干嘛 这么凶 我不选他那个谁 他不是律师吗 这有什么过好的 离婚律持 离婚律持 离婚律持怎么了 那你们两个不差点 我说了 那 祝你们两个感情好喝 走虫柜子行了吧 我都生了六个 好 好 博一 你真的一点都没有怀疑过我的身份吗 我 没有 你是不是一点都不了解我 我了解你 你善良乐观坚强 就像一个小太阳 我一靠近你就觉得很温暖 还有呢 还有就是 我知道你还没有结婚 还在等我 我才没有等你呢 好好好 我知道错了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六个孩子们 明明是八个孩子 发财跟报复 比你陪孩子的时间更久一点 好 九个孩子都是我的心头肉我的宝 是八个 怎么又成九个 孩子们家里 我最大 害羞的 啊 有做 有做 我 你 等等 别担心 我会轻软 火焰 我生活的孩子 身材 可原弹药 紧张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无论是你身体 还是心理 我都喜欢 我们最后任何人 可能会记得 你很成熟 你可以的 这个人很成熟 等我回来 很快的歌 没想起来 我觉得我可以的 我对担心 那么差点 我要打个人 我对担心 我不是一个人 几点了 你怎么不叫我呀 孩子们呢 别着急 孩子们我都送学校了 你再休息一会儿 四宝呢 拜托 我也是四宝他爹 我能把他落下吗 那就好 怎么了 哪不舒服吗 没事我就是 缓缓就好了 那怎么行 不舒服得看医生 我现在打电话 把医生招来了 不用 我就是擦伤了 擦伤了 哪擦伤了 哎呀 那你还下床 霍言 你是我的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我知道 我也是 可是 家里没有药了 那你再休息一会儿 我下去买药 沈清晨 昨天让你跑了 今天 你可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清晨妹妹 好久不见 你还记得我吗 你还记得我吗 顾夫人 你这样会议不会放过你的 他知道了 那你怎么样 是你自己安待不住寂寞 是个老男人不说 还找自己的前男友 还解决生理事情 他就算知道了呀 我只会觉得恶心 你 喂 陈小姐 你找死啊 不告訴你 你要是感動 我會殺了你的 來 上進去下 紫黑 是嗎 老實 就是不死 那也不虧 不動不動 啊 啊 啊 哈哈 來 看清楚笑 讓發交活給你 你怎麼放的樣子 要過的 啊 啊 沒事吧 你告訴我 我会想要 你先给我 警察 难道 我现在还能做你吗 不然呢 难道是他吗 他 人呢 警察 你下面不是受伤 看来不能行吗 我不管 我不管受 这种 要不我们换一种方式 我会你干什么 换种方式 满足的 我还能银行 我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想替我妈报仇 啊啊啊 阿然還在進窗你個瘋子啊 我他也忘恩父義 啊啊 這一骨子 我他也讓心狗廢啊 對不起我走了 你原諒我 我還不想死啊 我還不想死 死 你倒是想死 你希望 我不會 每一種四肢蠢色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好久不久 你在這個世界上活的每一段時間 我趁得跟你的過程 如果你從這兒唱歌乾淨了 你才有自愧去死 我會找人看著他 不會就這麼要在一起 霍言 我替我媽謝謝你 丈母娘的事就是我的事 還說什麼謝謝 不過這裡已經不安全了 帶著孩子跟我一起住吧 我有地方住 在我們沒有結婚之前 我不想跟你同居 我怕老人口舌 你要去 到了 媽咪媽咪 這就是我們以後的新家了嗎 是啊 這就是外婆送給你們的禮物 好了 你們兩個先把箱子搬進去吧 媽 別墅裡的東西都收拾好了嗎 我那些同學一個個眼睛都尖著 不該被他們發現 可得操耗 都收拾好了 但是希希 別墅的主人 現在要回來了 什麼 這個別墅這麼多年 不是一直沒有人住嗎 什麼住人 我開始講夢了 誰知道了嗎 好了好了 這些都來了 你先進去陪他們 你們請沈青城 沈青城 他就是一個臭送快遞的 請他幹什麼 再說了 他仗著我哥喜歡他 都佔了咱們家多少便宜 就是 超哥 巧愛 圓圓 你們來了 希希 這是你家嗎 真豪華呀 希希 你可真大放 把這麼豪華的地方借給我們 舉辦同學會 對呀 我聽說這南山別墅的市值 都已經超過一個億了 希希 沒想到這十年不見 你婚得這麼好啊 我哪有什麼厲害的呀 都是我男朋友對我照顧有加 我聽說 希希你男朋友是在九州集團工作的 莫非是九州集團的太子爺 天哪 那我這不是見到了活的總裁夫人 那不是沈青城嗎 希希 你還叫他來了呀 沈青城 你這練著大包小包的 來希希在做什麼呀 你說什麼呢 沈青城 我家不歡迎你 趕緊帶著你這堆破爛滾 你時間變 你踢我東西幹什麼 你擅自闖入我家 我踢你東西怎麼了 就是沈青城 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我只知道 這兒是我家 你家 她說這是她家 你就是從祖宗十八代開始送快遞啊 都買不起這南山別墅的一間廁所 還這是你家 算死我了 哎呀 沈青城啊 你是不是很想上去看我 長老是 要不然這樣啊 你現在 給我跪 我就帶你 上去見識一下 寵物 不是我不好不好 別把你拿手扣 沈青城 誰讓你對我客人大不少 smelling 我替我 媽咪 媽咪 好大呀 我沒 earn一個的 沈 tas 真的嗎 沈青城 你居然帶著你的野種 來我家 你嘴子放乾淨了 遠家 你來賜肉 你全家都是野種 你 我知道了 沈青城 你不愧是跟你的野種 無對賜去 跑到我家送吃送喝了 不宝 哪里来的野种 敢偷吃我准备的蛋糕 你跳起来把他打死你 放开我女儿 沈青城 沈青城 你敢推我吗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沈青城 原来这个野种啊 是你的女儿 也是 凭你送快递赚你点钱啊 根本养得起她们 她们也只能在外面 小偷小摸 亲阿姨 我看在秦冬的面子上 麻烦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我女儿没有小偷小摸 这大白天的 这小剑种在我的家里 偷吃我准备的蛋糕 她不是小偷 是什么 妈妈 我倒不是小偷 我倒没有做东西 妈妈知道啊 乖 去吧 你把姐姐带下去 慢慢用手 去吧 去吧 沈青城 你是不是做梦也想做这种大夫 你说这不是我家的事情 你什么神 你配就在这儿吗 我怎么不配了 你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 小西的男朋友啊 他是九州集团的太子爷 你知道九州集团吗 那可是仅次于霍氏集团的大财团 人家手指放你随便露出一点 都会砸死你和你的野种妹了 沈青城啊 要不然就这样吧 你从我 我再让西西看在我这个老同学的面子上 放过你和你的野种 好不好啊 放开 涛哥开口 虽然是没问题的 小爱媛媛 把他给我摁住了 干什么 你 放开我 放开我 小姐 我看不过你 烂的 我不会再笑你什么话了 江涛 洁熙 你们有个算议 我不会放过你的 放开我 血还挺硬的哈 今天让你看看哥哥下面 用不认好功能 放开我 我的女人 找死 谁啊 你要干什么 没事吧 你要是再晚来一过就有事了 沈青城 你今天敢被你和我找你男人 又是你的敌人 你要是不想帮忙 你就别说中两话 前几年的冷心日子是过腻了 现在这样 我挺喜欢 别起来 我来准确 你要干什么 来听听我说 不是我 老婆教练 老婆教练 我来 我来 老婆教练 你 老婆教练 你今天有点奇怪 老婆教练 老婆教练 你今天有点奇怪 怎么了 我脸上是有血吗 外战人喜欢 水星成 我要脸的东西 快报警 妈 报警 警察的 我不是买三别墅的主意 这件事就要瞒不住了 希希 这沈青城亲人太神了 你赶紧给你男朋友打电话 让他过来收拾他们 是啊 你刚刚说 九州集团的太子爷 是男朋友啊 怎么 你怕了 怕了就赶紧给我跪下道歉 等会我男朋友来了 你跟你的野种男人 还有你的野种孩子 就一个算一个 都变成 听到没 他说九州集团太子爷来了 你只有给你了 我可没有听说 九州有什么 你个小白两 你没听说过的事 多了去了 希希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 赶紧把你男朋友摇过来 黏死他们 是啊 九州集团的太子爷 文俗文雍的大人 你赶紧把他叫来 让我们长长眼 是吧 沈青城 我还在这儿 就这么着急 见面 就这么着急 见别的男人 看看又不能怎么样 说不定他来了 能衬托得你更优秀 我帅气多金 痴情又专一 用得着他衬托 痴情 专一 文书的名字 怎么写来着 我来着 就是给你解释这件事情 闭嘴吧 谢谢 沈青城 我男朋友马上就来了 你确定不给我跪下道歉吗 威武霸气 不好意思 刚放了个什么屁 我没听清 调皮 是谁 师傅我 西小短略 磊哥 就是他们 一个臭属快递的 平板无故进我家 打了我同学 雷哥哥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黄总 你可算是来了 就是这对够男女 他们刚才说 你给他们舔鞋都不配呢 困长东西 敢瞧不起小 知道九州集团这几个字 怎么写的吗 九州集团这几个字怎么写 想必我比你这个冒牌 货更清楚 想必我比你这个冒牌 货更清楚 陈先生你好大的胆子 虽然敢骂磊哥是冒牌货 哼 还九州集团的太子 你怎么不叫他是太监大货管 沈青城 你居然敢讽刺磊哥 你看我们吧 等等 沈青城 实相的话你就 男人怎么可以打你磊 我是这种建议 沈青城你怎么忘了 松开他吧 够嚣张够可辣也喜欢啊 老子看上去 拽了这个小白脸跟老子吧 然后吃香的喝辣的说上天 不要 什么女人交给你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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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这种歌迪瓜的汤 男人 对不起 我不是 劳哥 你说你不是什么 而高的 沈青城 我命令你弄你的野蓝 也立刻回出我家 我属三树 一栈 我无个体 沈青 他没把雷哥打成正 你就这么犯他们走了 一 三 沈青 姬夕 在我的地盘上说够了的人 应该是我吧 任性成 你做什么白日梦呢 这里是你的家 去做梦去 陈阿姨 你怎么穿着我们家女佣的衣服啊 陈阿姨 你怎么穿着女佣装啊 姬夕 你妈妈不会是男生别墅的佣人吧 你不是说男生别墅是你家的吗 对 我说男生别墅是我家就是我家 妈 是不是神经病有犯了 快点把衣服还给你 谢谢同学们 不好意思 我有神经病 我脑子不好使 真的是这样吗 你真的没骗我们吗 在你们干什么 这里唯一的骗子就是他神经成 好你个情形一次 你又带这个女儿在别墅里鬼混了 怎么成 张管家 妈 是谁呀 妈不能再撒谎了 妈需要这份工作 还要赞钱 给你哥娶媳妇呢呀 什么 撒谎 晴晴你真的是在骗我是不是 你不会连男朋友的事情都是撒谎的吧 九州集团的总裁未婚无子 哪来的太紧 沈青城 你就是故意跟我作对是不是 行 你被开除了 来人 把这些垃圾给我丢出来善别墅 我能开除我 我能开除我 为什么只吞我 沈青城呢 沈青城也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作出 我姓沈小姐 我来迟了 您受委屈了 张管家 辛苦您这么着急从老家赶回来 您先去休息吧 我姓沈小姐 沈小姐 我姓沈 人家叫我沈小姐 有什么问题吗 沈小姐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的 你是我老公还是我男朋友 你什么都不是我的事 你管他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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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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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希 你个贱人 居然敢骗我们 别让我再看见你 不是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走 你们 晴希 怎么办呢 我被开除了 以后是爱挣钱 给你个娶媳妇呀 为什么只有我妹丢出来了 他不成真像沈青城说的那样 不 不可能 他就是个臭层外卖的 希希 你现在还管沈青城干什么 你哥他年纪都那么大了 你快想想办法 妈 要不让沈青城嫁给我哥 要是沈青城他妈真的给他留了一场 等他嫁回来 无论多少钱多好的别墅 不都是我的了 不行 希希 你是疯了吗 沈青城那个破鞋 那孩子都生了六个了 妈 这沈青城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咱一切都得从畅记忆 霍总 您让我调查的事情 什么都查不到 查不到 是的 所有关于沈小姐的消息 全部被我除掉了 好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是 大哥 帮我查个人 喂 何叔叔 青城呀 孩子我已经给你接回来了 快去收拾收拾吧 今晚的宴会需要你盛装出场 我知道了何叔叔 去之前 我想去祭拜一下我母亲 好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嗯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一定查错了 再去给我查 怎么了 姑妈 沈青城 就是当年霍老爷子给阿姨安排的联姻对象 他就是阿姨的老婆 什么 我找到侦探 说了千真万确 而且阿姨已经知道这件事 他俩直接和好了 连婚都不用离 这我还怎么查进去吗 这个贱人 居然就是当年沈家的人 姑妈 我这该怎么办 难怪九州集团 再给他继承 那他的继承权 就名正言顺了 我怎么办 我也想要走 急什么呀 你怎么这么撑住气 这都什么时候了 一个贱人都带着小野种 跟阿姨一家团聚了 你让我怎么不冲动嘛 一家团聚 算霍家吗 他也配 姑妈 你有办法了 当然 只要他死 这一切都好 霍总 沈小姐将出席 今晚九州集团的晚宴 好 背车 是 喂 阿姨 让我查到信 我查到了 我到江城了 你来接我 资料当面给你 大哥 你来江城了 那今十五分钟后 叫我再江城机场 再上了三楼四楼屋 让我打这些给你妈 好 妈 我今天就能拿回九州集团 我一定会把九州集团 做强做大 也一定会完成 你想成为女首妇的一员 沈青城 一个不孝之女 继承了九州集团 就对我赶尽杀绝 既然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腻了 幸亏我提起来凶手 揍了他一顿 不然啊 以他的酿性 肯定会踹了鼓 刺跪天沈青城 爸 杀死沈青城 我们就能拿到货家的巨额报酬 到时候我们沈家就能东山再起 妈 动手 大哥飞机落地半个小时了 这人怎么还不见来 这大哥也整得太神秘了 连个照片都没有 大哥 你连人上大哥了吗 这到底都咋了 消息还没有回处 不是让你们在三条街外的吗 怎么都在这 这哪来的小屁孩 小朋友 这么晚一个人出门 不怕被坏叔叔拐走 卖跑了呀 你还我什么 小朋友 不要这么严肃嘛 来 笑一把 对 别动啊 叔叔给你拍一张好看的照片 老四 你看 跟二哥长得像不像 你别说还真挺像 二哥 这不是你私生子吧 你在外面有了私生子 我也不 三条街外 康康 真的是你 二哥 你们认识 大哥回消息了 说让我们去三条街以外的那个公园门口等他 那我们去接大哥 二哥你积蓄 走啊 走啊 我觉得小孩子多破例而已 你们已经接到我了 还去三条街外干什么 别人高兴了太早 在考察期结束之前 也还只是我 二弟不是我弟弟 二哥 这什么情况 二弟 Teddy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难道这就是咱神龙见首不见美的大哥 然后二哥 他还是你儿子 没听他说吗 我还在考察期 还是个弟弟 所以你真的就是我大哥 那个互联网上吃炸风云的人物 如假包换 那你跟我二哥是怎么回事 那我这辆车买了 你去下一个 我还想跟我大哥叙叙旧呢 你一个人从国外回来 你妈咪都不接你啊 妈咪来了还是我考察里 妈妈又出事了 什么 我在妈咪手机里 抓了一个跟走地位软件 现在信号突然消失了 妈咪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阿姬这是我对你的最后一个考验 你一定要把妈咪安全秀回来 你妈干什么 你妈干什么 沈静昌 把这个合同签吧 否则我弄死你 好 回家 你去保守住 算您懂事 只要你乖乖的配合我 得到九州鸡团 我告诉你 你会亏待你 黄金城 神区都被你败光了 你先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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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县城 九州鸡团是我的 跟我交出来 你瞧出来 你瞧出来 你瞧死 你瞧死 瞧死了 你瞧死了 死了就死了 你死了 我照样能拿到货家的钱 沈青城 你凭什么生来就逼我命 凭什么你妈那么能赚钱 凭什么你随便找一个人 你就是个大总裁 你根本就不配得到这些 等你怎么做呢 我就整容出你的样子 这样九州集团都是我的 你的财产也是我的 你的男人也是我的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最近你看妈咪在吗 青城 坏人快放开我妈咪 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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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总 啊好 青城找到没有 还没有 这不是怎么办呢 大家都等着宣布继承人的身份 你再去联系一下 好快点快点 何先生 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 报答他 我们集团内部事务 不劳我外人操心 抱歉 我还有其他事 顾妈 你看他连你破夫人的面子都不给 我还怎么继承九州集团吗 他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不重要 重要的是 沈婉儿现在已经得手了 沈青城已经是个死人了 你马上就得到九州集团了 姑妈 嗯 九州咋了 你姑妈能当下阿易的后妈 靠的可不仅仅是你 还有智慧 你去前列 稍后来边 想找办法 快去吧 来 何先生 你去在找沈青城吗 后夫人 你 我去找你 你知道清澄的下午 我当然知道了 他现在 应该已经听草地一起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姑妈的意思是 沈清澄已经死得透透的了 你要是想活命 就把九州集团的继承权 消 你们 你们 这是九州集团的 股权种梦协议 不想死的话 就把他煎了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 煎个他的血 谁就带几个干净 姑妈 九州集团终于是我的了 我可以和阿姨请你了 好了好了 因为马上就要开始了 加紧时间你好好打扮一下 这可是咱们第一次亮相 要呼风光光的 我 啊 这 我师傅 我师傅 你没事吧 还冬不住了 妈咪爹爹好勇猛 你一定要嫁给他 不能让他便宜了其他女人 沈康康你想什么呢 走 吃 一 何叔叔 你醒了 宣长 这是什么地方啊 您中毒了 现在在医院呢 但是医生已经解毒了 您只要好好休息 很快才能克服的 宣长 现在几点了 那个宴会 你快去那个宴会 我们九州集团 要对外公布您的身份 何叔叔 你别着急 宴会已经结束了 温叔跟温小柔控制了王浩叔叔 他们拿着伪造的合同 冒阵了九州集团集成人的身份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宣长 说对不起 那个合同 是他们强迫我签的 我可以去告他们 让他们把集成的胃还给你 何叔叔 你放心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会解决的 来 你先躺下 您别忘了 我可是我妈的女儿 我不会允许别人 骑在我头上欺负我的 警长 我问你有办法吗 当然了 好 这个办法 两个顿新闻的公布 你会翻身之地 好 沈青城 你还有点来啊 王磊 我为什么不敢来 我记得之前说 开除的人是你 不是我吧 沈青城 现在江城谁不知道 叔叔才是集团的继承员人 什么何云天 什么王浩 那 都是过去的事 沈青城 你敢推我 沈青城 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挡了 我打死你 还打死谁 沈青城 你没事吧 黄部长 你就是这么管理设计部的 霍宜 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 霍宜 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啊 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啊 我 清城 你没事就好 我和阿易有个合同要钱 所以我们 清城 你推我干什么呀 难道 你还在生我的气 怎么回事 沈青城怎么没死 电城那个废物没有得手 拿了我的电金跑路了 该死 霍总 叔叔的脚踝都扭红了 沈青城 你欺人太甚了 霍总 你可要为叔叔出头呀 我要你叫我做事 生气了 你是我什么人啊 也陪我生气 请进行你 霍总 叔叔现在好难受呀 没事了阿姨 你不要怪清楚 是我 阿姨 还嘴硬说明胸气 那这样呢 阿姨 欺人回应我呢 太好了 我就知道 拿下九州集团后 他会更看重我呢 这霍总跟温小姐感情可真好啊 那是自然了 叔叔 可是霍总的初恋 我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随便代替 够了 你不是要去顶楼拿合同吗 过去吧 我 阿姨 我脚好疼 你们不能抱我上去啊 好 沈青城 快开口呀 只要你开口 我马上把他丢了抱你 站住 小丫头 终于吃醋到无法忍耐了 是吧 沈青城 你叫我什么事啊 是啊 沈青城 我跟阿姨要去楼顶的总裁办谈合同 你有什么事吗 是有事 刚好我也要去地楼 我们一起去吧 什么 沈青城 就这事 难道他在故意气我 还是说为了给我溜点面子 等人少了再给我发脾气 沈青城 你去总裁办公室干什么 沈青城 你是不是想去顶楼 给叔叔下跪求原谅呢 这样多没意思啊 不如就在这儿 当着货总的面 给叔叔下跪 你们 好了阿姨 你别生气 沈青城 我不是那个人 你也不需要给我下个道歉 温小姐 其实我觉得张田田说的对啊 有些事呢 人少了 如人多了热闹 刚好 我已经通知了江城各大媒体 他们已经赶过来了 你什么意思 温小姐 顶楼总裁办 你敢去吗 我是九州集团 民政严顺的总裁 我有什么不敢去的 阿姨 我脚好疼 沈青城 你别走那么快啊 叔叔 沈青城这个贱人 是不是在高颖获总 沈青城 你自己找死 请这么多记者来 那我就满足你 让你尝尝 在这么多人面前 真败名裂的字 东西准备好呢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保证万无一失 幸亏我还有二手准备 沈青城 好死你不选 那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我 听沈小姐说 今天有九州集团 内部大大卦要爆料给我们 不知道是什么大卦 那是霍的总裁吗 还有那 是昨天刚刚都在公布的 九州集团继承人 能输回小姐吗 早就听说 他俩之前有过一个 不会是要复合了吧 什么叫复合 霍总队叔叔 早就请根深重 他们之间情笔尖尖 你们最好给我好好报道 免得一些 不要脸的小三 妄想横插一脚 什么不要脸的小三 谁是小三 我怎么 嗅到一丝 不寻常的味道 有瓜 这位小姐 快说 各位 今天叫大家过来呢 劲爆的大新闻 不会缺席 大家去看手机 看手机是什么意思 让沈青城 上 会只有这一次 让沈青城在九州集团的转让协议上签字 我给你八百万 如果他不肯签字 让他死我给你两千万 温小姐 沈青城可是我亲生你了 我跟他这层关系 两千万怕是不够吧 得加钱 只要你在今晚宴会前 弄死沈青城 多少钱我都可以给 但我一定要让沈青城 最好 所以这视频的意思是 九州集团原来的继承人 是沈青城 而温叔是买凶杀人 冒领了继承之位 这温小姐真是太歹毒了 还要人死无全尸 这视频要是传出去的话 他得坐牢吧 果然是惊天大瓜呀 快报快报 温叔 你你竟敢冒充集团精神人 我我我我 我替沈青城就拉死你 不是的 视频不应该是这样的 沈青城 别以为只有你有视频 我也有 我有视频让你身败名裂 大家请看大屏幕 阿姨 你也快看看沈青城这个女人既肮脏又下贱 那个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你要当哥哥了 以后要照顾好弟弟妹妹 要吗 要你看妈咪 我们要永远跟妈咪在一起 真的 这是什么绝世好女人呀 每天认真工作又要辛勤 带孩子 真是太伟大了 沈小姐何止是伟大呀 现在大家都追求金钱和名利 很少有人能这么脚踏实地的认真生活 吃苦受累了 沈小姐 你简直是我的偶像 这边不是这样的 你们给我逛了 你们不许喜欢沈青城 他就是个贱人 范阿姨 不是在找这个遥控器吗 我准备一份视频 我不管你用批的还是什么手的 我要看到视频里的沈青城 被一群老男人玩弄干枪火 看什么呢 我要让他身败名利 范阿姨 康康才六岁 康康才不会帮你做 这么少今天娘的事情 不可能 你才六岁 怎么可能是全世界顶尖的黑客 没说 你到底被干了些什么 不是的阿姨 是他们冤枉我 我是被冤枉的呀 霓裳 你说他们怎么 霓裳刚刚告诉过你 遇到坏人 我们应该怎么做 露警警察叔叔 我们这里有一个坏蛋 带你们快来 小混蛋 你不许不许 你 你敢伤他一根寒冒试试 警察来了 沈小姐 莫非问一句 刚才的视频里面 都只看到你跟孩子 那孩子的父亲呢 对啊沈小姐 你这样 上午吃的月儿风吃 现在就会是不提倡的 霓裳叔叔叔阿姨呢 你们要好好步走 我妈咪是九州集团 继承人 我爹地是霍氏集团 大狗才 我还有五个哥哥姐姐了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没错 我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老婆别生气了 今天没说我回去 哎呀 霍总和沈小姐 珍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来来来站好我们拍照 小朋友 你能把你的哥哥姐姐们 都叫人一块盘吗 师傅给你们拍照 保证把你们拍到片片上上 可可爱爱的好 姑妈那个小镇人报警抓我 我急紧才跑到的 没用的东西 费了那么多心思 连个松弯卖的都解决 还得我出手 你们准备好了吗 霍夫人 我跟沈清晨认识多年 知道无数关于她的 您放心 太棒了 拿到霍总孩子们的第一手照片 这下我们公司 全面社度的KPI 就看这一波了 再说不说 霍总和沈小姐 这是狼才女帽 孩子们完完续续继承了 他们的美貌 这一家人真是太难民 狗屁个天作之和 沈清晨 你拍上了高枝 就把我儿子一脚踹得远远的 是不是 沈小姐 这位是 听这位的意思 好像他儿子之前跟沈小姐 有过一顿 今天我可真是这瓜田里的茶呀 这么多瓜 哪能吃得完 吃不完 跟哥就吃不完 沈清晨 你跟我哥断了关系了 就跟其他男人搂搂搂 你们想干什么 我自己来 好 我看着孩子 妈 你加油 清晨 你哥不是你 你哥是个好人 我为什么要跟他对着关系 记者朋友们 他沈清诚亲口承认他脚踏两只船了 你们快直播曝光他 各位记者朋友们 世界上哪条法律规定了已婚女人 不能有异性朋友的 没有 你跟我哥只是异性朋友吧 这些年我哥为你洗衣做饭 又是照顾孩子的 你去异性朋友就想帮我个活 就是的 我儿子被你拖着快35岁了 到现在还没有结婚 正好 家里有钱人 就一脚把他给踹了 哎呦 我的儿子 就这样给他 毁了 我就没有天理了 原来是这样 沈小姐 这是养了一个废差 这儿子跟阿姨真可怜 拜金女真该死 我跟秦东真的是朋友 我对他不是一味的所求 我们是相互帮助 彼此诉出 你说的倒是好地 这么些年你为我哥付出过什么 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 盛青诚 一什么证据都拿不出来 就等着被网友喷死吧 盛青诚不是拜金女 我开作证 我 青诚不是拜金女 我可以作证 我可以作证 沈青诚不是拜金女 对 我跟他只是朋友的关系 大家一定要如实地报道 不会的不会的 我们保证如实报道 哥 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为他付出这么多 你能忍得下这口气 我都忍不下 懂一懂 沈青诚是个贱人 耍了你这么多年 他现在倒好 绑上了富豪 住豪宅 开豪车 你现在还酷哈哈的上班 我都替你冤啊 妈 希希 我跟青诚只是朋友关系 之前我们相互付出 在他没有爱情之前 我等着他 等他有了爱情 我就会祝福他 傻不傻你 惠玉 青诚还有孩子 都说我碰在手里有点疼的人 你一定要对他们好一点 要不然的话 我就是拼了这条命 我可以放过 肠痛大 你还是第一个敢揪住我里 根本威胁我的人 好了好了 别烧提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臭小子 看在你是青诚朋友的份上 我允许你对我污辱 如果你记住了 我霍玉这辈子 只爱沈青诚一个人 如有二心 天杂五雷空 不得好死 好了你说这种 爹地妈咪可先疼你了 臭小子 说什么呢 沈青诚 你真是好有本事 迷惑了一个又一个的 不过今天我们在这 不可能再让你得逞 精神的小心 医生 病人怎么样了 清诚冷静点 大夫 清冬怎么样了 你狗男人 滚开 医生 老儿子他没事吧 他现在怎么样 他脖子有个大伤口 你们给他缝得怎么样了 说话呀 病人失血过多 我们尽全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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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怜的儿子呀 你听着 我 你死我对你满意了吗 我要你救命 哈哈哈 我死我的路 哈哈哈 哎你们这是干嘛 我哪里说病人死 我说我们经过全力抢救过后 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已经醒来了 死了 快让我看看 你伤口怎么样 清诚 别找了 我妹妹没捣死 你要被祸死那眼神给捣死了 听懂 你救了清诚一命 我欠他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 我只有一件事情要祝福你 那就得清诚好一点 不要让他和孩子 都要幸福和快乐 哥 他可是祸事集团的总裁 他的人请你个钱 你傻了你 清诚 看在你是我妹妹的面子上 就忘记了 可是你也好 要是再个很青春的话 一定会放过你 儿子 好了好了 你不要生气了啊 只要你没事呀 我就不找他们的麻烦了 咱们回家啊 回家 老婆 你别苦了 看见你没别的男人流泪 我都吃错了 你喊什么呢 谁是你 你是我 我才不是呢 爹地和妈咪什么时候才能清完呢 还是等他们清完呢 他们给牵到什么时候呀 爹地的肺活量可是很惊人的 你们三个怎么在这呢 你们三个怎么在这呢 我们什么也没想到 我们什么都还一块都 哎都怪你 他们什么也没看见 妈咪看奶奶有事情跟你说 奶奶醒了 嗯 就等你了 奶奶 清成 你来了 来快坐 哟 孩子们也都来了 都来了 清成呀 奶奶呢 已经帮你处理了温叔和那个温小柔了 他们一个进了监狱 一个被我送出了国 以后他们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 对了 还有那个沈婉儿和林天成 我找了最好的律师 让他们呀 把牢底坐穿 奶奶 谢谢你为我做这么多 你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霍姨有没有告诉你 歧视我 哦 她都跟我说了 没想到呀 你们的缘分这么深 你竟然 就是当年沈家的那个丫头 小姨啊 这是不是也说明 你也的眼光不错呀 清成呀 确实是个好女孩 适合你 哈哈哈哈 是啊奶奶 真想把失去那三年的时光 全都找回来 二弟你还是有弥补的机会的 二弟你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吧 这是她的梦想 沈康康 你说什么呢 怎么跟你爹地说话呢 叫呆地 没事 我挺喜欢他 叫我二弟呢 你就宠他吧 我不光宠他 我还宠他们 最重要的是 我最蠢的 霍姨 孩子们跟奶奶都在这呢 你说什么呢 你叫我什么 我叫你霍姨 霍姨 你干什么 戴上我的戒指 就是我的女人 乖 叫我 到哪 儿 在哪 我 感谢观看